炖羊肉汤记住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,教你正确做法,炖出来的羊肉无白沫,无腥味,汤色奶白,没有一点点心善味,肉质软嫩脱骨,大家好,这里是白鞭小厨房。 冬天要多吃羊肉,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羊肉汤了,但很多朋友却不会做,做出来不仅心善味特别重,汤的颜色也发黑,不好看。 其实只要掌握好了技巧,你也能炖出好喝又美味,没有心善味的羊肉汤来,并且学会之后都可以开店了。 首先我们把准备好的骨头用清水洗干净。 洗干净后把它剁成小段,不要剁得太短也不要剁得太长,大概4-5公分的长度就可以了。 全部剁好后先把它放进盘子里面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一个这种的白萝卜,将萝卜清洗干净。 这个季节的萝卜非常营养,俗话说得好,冬天的萝卜三人生。 炖羊肉汤的时候加一点萝卜,不仅可以增加营养,还可以增加口感。 洗干净的萝卜切掉瘦味,然后把它的外皮挂掉。 挑选萝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,一定要挑选大小适中的。 太大的萝卜很可能已经成熟过度,出现了空心的情况,不管怎么做都不会好吃。 萝卜完全去皮后,现在将它滚到切块。 再把大一点的块改刀成小块,这样可以熟得更快,而且也更入味。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生姜,把生姜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,我这里就直接切成了薄片。 切好后收入盘中,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小葱段。 所有材料准备就绪后,现在把刚才切好的羊肉块放进锅里面,把生姜片还有葱段都加进来。 接着往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,水的量要把所有的羊肉完全浸泡起来。 很多朋友给羊肉焯水都是开水下锅,那样是无法把里面的血水和心膳味取出来的。 正确的做法是,不管给什么肉焯水,都应该是凉水下锅。 然后把锅里面的水煮开后,再煮五分钟。 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用勺子,将汤表面的浮沫撇去。 大部分腥味就是来自于这些浮沫。 还有一点,很多朋友在给肉焯水的时候,都喜欢盖上锅盖。 那样的话,肉里面的腥气就跑不出去了。 所以焯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,千万不能盖上锅盖哦。 而且整个焯水的过程中都要保持大火。 焯好水的羊肉现在控水将它捞出来,放入盘中。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砂锅。 把焯好水的羊肉全部放进砂锅里面。 最好是用筷子调剪出来,因为刚才焯过水的生姜段还有葱片都不能放进去。 接着往里面再加入适量的生姜片,然后加入总量的开水。 一小勺花椒粒。 少许盐。 盖上锅盖,把锅里面烧开。 接下来准备一点点蒜苗叶。 冬天的蒜苗和羊肉更配哦。 我们这里只要叶子,蒜苗的根部可以用来做回锅肉。 蒜苗叶把它切成这种细细的蒜苗末。 这样才能把里面的香味充分地被释放出来。 切好后可以多得再碎一点。 然后直接放在菜板上面备用。 这个时候锅里面也再一次开起来。 现在就可以把萝卜倒进来了。 我们要切记,炖羊肉汤的时候一定要用开水来炖。 这样炖出来的羊肉汤,颜色才会奶白,500抹。 萝卜倒进来之后,继续盖上盖子,炖40分钟即可。 其实不管是炖羊肉汤,还是炖鱼头汤,或者是其他的排骨汤,都建议大家用开水来炖。 这样炖出来的汤颜色才会好看。 4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,现在我们往里面撒入一小把枸杞。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汤,颜色非常的白,就像摆开水一样,用勺子搅拌搅拌。 里面的肉看起来颜色也非常的有食欲,非常的清澈。 并且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汤里面没有一点点的白沫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,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,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 现在就可以盛入碗中,撒一点点蒜苗碎进来。 其实我们还可以提早把蒜苗碎放在碗底,利用汤的热度将它的香味激发出来,这样吃起来会更香哦。 看一看里面的这个排骨,颜色非常透亮,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了,没有一点点白沫子。 用手抓住上面的骨头,轻轻一摇,整块肉轻松的就脱落了。 哇,真的是太好吃了。 肉质十分的鲜嫩,软嫩脱骨,并且没有一点点的羊膳味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 那好了,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。 感谢您收看,我们明天不见不散,拜拜。